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集的robots 今集除了robots之外呢 同時也是我生日周的第一條影片啦 好 又到了11月尾啦 又是這個一年一度的大盛市 那就是我今年準備了6個影片 不過呢 跟以往不同的就是我今年沒有 第一條介紹的影片 那我屬性在這裡呢 一次就展示了 我今個星期的節目預告啦 登登 登登 好耶 好啦 掃完了 那robots呢 寶珍是沒有字幕服務的 所以就來到這裡先啦 字幕關稅休息一下 那就 Poro廚房啦 還有 Minecraft動畫啊 那些系列就會有字幕的 好啦 或者最後一集都會有的 最後一天 因為那天很重要 好啦 那我們就開始玩這個robots了 今天啦 大家看到呢 文森她就不在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她 很沒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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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 希望之後可以多點找她拍片那樣呢 robots那裡 我發現自己一個人在那裡走得很孤單 沒有了他之後 好啦 那今天我們拍的主題呢 就是這個的 呃 如何成為一個有錢人 當然是成功衰苦幹 大家見到呢 我現在整個資產那裡 有六十幾萬 有一個很漂亮的西裝 還有一個很漂亮的太陽眼鏡 那講一下這個是什麼遊戲呢 這個遊戲呢 就是這個女次是無意 市民什麼的 上班賺錢 然後就買屋 然後就買傢俬 還有滿足你生活的需求 那我一向都不理這些需求的 因為好像沒什麼影響 那對我有肚餓啊 睡覺啊 這個的洗澡啊 這個的洗澡啊 睡啊 還有這個的舒服啊 舒適度啊這樣 真的好似這個的模擬市民 是差這麼一個的 社交而已 那大家見到呢 我有六十幾萬 到底這麼多錢在哪裡找回來的呢 那我首先跟大家說一下我這個苦幹的故事 當我初初玩這個遊戲的時候呢 我真的窮到孔的 然後就 喂 不要常常這樣 穿過我的車 我真的窮到孔的 當時 然後我每天都 這個的捷衣縮食 真的真的捷衣縮食 從來不理這些的 然後就在這間漢堡店裡打工了 大家示範一下給大家看看 我以前的生活是怎樣的 就是瘋狂的在這裡打工 嘩 常常都有人搞破壞 做這些藝術作品來的 看這狗是什麼來的 好了 接著呢 我就示範這個極速做漢堡傳說 大家等我一會吧 登登 登登 當然 我把整個應用租消掉了 那我一共賺了一千六百多美元 好 完結 看看 就是這麼簡單的了 賺錢就是 賺錢就是 不過只有一千多元怎麼滾到這個六十多萬呢? 當然就不是靠符幹啦 其實本來呢我都是 最多是賺到萬多元而已 但後來呢他前往出了一個更新就可以令我發大財了 就是這個的銀行更新 之後呢就當然要去投資啦 那如果大家又玩robots呢也同時又玩這個roll citizen的話呢 嗯大家就要可能呢就不知道這件事就要學一下這件事啦 因為這件事就是你發達的開始 登登來到這裡啦大家看到這裡有人在打劫 基本上呢我們是不需要你打劫的人的 因為打劫的人呢是會虧錢的 怎麼說呢? 病病 走了有人打劫 那打劫的人怎麼說呢? 首先你呢 拿幾百元去買了裝備 但是呢你打劫了就只有四百元而已 所以我絕對虧錢 我不明白為什麼會打劫的人 我不知道他現在更新了嗎? 但以前打劫是會虧錢的 剛剛出的銀行的時候 好啦那我們現在六十多萬我做些什麼呢? 那今天就當然不只是看我這個發達指南啦 那除了看我這個 成功衰虎降的系列之外呢 也看我虎降的成果就是sharp 在這裡啦 好啦 那我只是買最便宜的房子而已 但今天呢我要翻新一下我家靈屋啦 還有買些新的傢俬 那我本來呢就打算 買最貴的這間泳池屋啦 所以後來發現這一間的 亞洲式的房子好像幾漂亮 不如試試買這一間啦 那樣好呢 就買這一間啦 BYE 喔 沒了十幾萬了 那就不要緊 我現在大把錢啦 啊 順便買一把車去啦 我們可以買車的 好 買一把車去先 SELL 那我就沒了車啦 然後呢我們就買一把新車啦 另外我們現在有錢的買新車啦 這些普通私家車就不要啦 好 我們呢 今天就來買一架的靈車啦 Sewer 好 要買就買最貴的 這個 然後呢就可以改裝車啦 對啊 有改裝車 雖然呢robots有一個是 專門玩改車啦 但那個是收費遊戲來的 好啦 嗯 嗯 怎麼改裝呢 啊 這隻配色看起來好像Joker的車一樣 就這架啦 蠻喜歡這架 好啦 嗯 看看還有什麼可以先搞 啊 車輪的顏色 這個好像不是太重要 好 好 看看有什麼配件可以加啦 好 這就是我的新跑車啦 埋打共13幾萬沒問題 大把錢我有 耶 好耶 我的新的靈車 正啦 嗚呼 它的樣子看起來有點像GTA裡面的桑塔路 哇 比以前那架快好多啦 好啦 之後就是 就是要找一間屋 那我本身有一間小屋的 但今天我們搬到大屋那裡住了 那呢 這隻遊戲最好玩的地方就是可以自己建屋 那樣啦 自己設計架子放在哪裏 真的好像模擬市民的 好 那我們就找個空地來建屋先 啊 我打有些不喜歡他真的開車的那個呢 就是有時候卡住在路邊那裏 他卡住在路邊那裏 所以我完全動不了的 那這隻遊戲 那這隻遊戲除了漢堡店之外呢 還可以做警察呀 護士呀 打劫銀行呀 超市的收銀員呀 但是通常我最喜歡做漢堡的以前 然後賺完第一桶金呢 就去投資 然後就發大財啦 好 就拿這塊地 然後是時候要建一個新的屋啦 我要這個 耶 我的新屋在這裏 哇 好大間呀 那間新屋 正呀 接下來呢 就是想想怎樣佈置那間屋 嗯 首先呢 就放一些我已經有個傢俬在這裏 不過這裏哪裏去廚房 哪裏去廁所呀 啊 要住一間這麼大的屋 這時間都有點混亂 讓我研究一下這裏哪裏去廚房 哪裏去廁所的位置 啊 開了燈先 好暗呀 好黑暗呀 這裏 好啦 那我就開了門 開了燈啦 那我們就開始分析一下哪裏應該去廚房啦 啊 首先我覺得這個怎麼看都像是廁所來的 這裏是 好 接著就 擺個廚房啦 那我估計呢 這裏應該是廚房來的 應該是 嗯 怎麼擺好呢 廚房的位置 這裏就是客廳啦 那這裏就應該是廚房啦 開放式廚房做的 啊 如你所見我真的不太多傢伙 我應該需要買新傢伙的其實 還有呢 這些傢伙未必跟我的新屋是這麼搭的 所以我們要看一下怎麼買法好了 嗯 好 看看商店有什麼新傢伙買 還有我也想買少少這些中式傢伙的 所以我買了一個舊的床 然後買一個新的床 是 好 先買一塊那張廢床 不過這八卦桌我沒什麼興趣啦 我就 最好笑的描述呢 Made in China That's a good thing 這個描述真的搞笑 那好吧 我就繼續裝飾一下我的kitchen先啦 之後再試試試看 我先來看看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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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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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